上班時間趕著出門 住戶一到地下室全傻眼 機車泡水幾乎爆銷 旁邊還一直有瀑布落下來 樓梯天花板雨水瘋狂倒下來 外面街上災情也很誇張 所以已經淹到大腿了 半台機車泡在髒水裡面 整條街變成汪洋 從端午節淹到現在 整整四天住戶氣炸怒轟 沒人管 建商很囂張 建商說這也不是什麼建商 甚至還威脅我們的住戶 如果敢往上報 他要讓他們好看 這是二職建商 公務局視而不見 建商也躲起來 挖個回去 我抖個了 土櫃的都對水給我來 好像是比較不會空間 台南中西區官亭街中城路 14號凌晨開始下雨 水不斷淹進來 到早上都還退不了 只能不停掃水 疑似是附近工地出包 水泥滲透擋到排水系統 水流洩洩不及才變成水災 但住戶卻控訴被建商恐嚇 他在去住宅 住宅待會 這些住宅 住30幾年 不要看過淹水 那目前水利局 已經緊急先掉拍抽水機 將道路上积水的部分 先抽到成功路 蓋房子疑似 物壞管線已經違反建築法 最高可以罰9萬元 下雨淹成這樣 30年來從沒遇過 水淹到大腿 連走路都有困難 家具車輛全報廢 連日淹水也讓住戶心很累 記者賴冠章 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裡有阿賺 我們會殺死 我們會殺死